随着国内疫苗接种人数达到预期目标 政府放宽了更多限制 包括允许完成接种的民众可以跨州旅游 那么第一站开放旅游泡泡的站点 就是弗洛交易 朗卡维拉 关了这么久 终于可以外出度假 弗洛交易开放的第一天就迎来了3000多名游客 航班更是大爆满 根据吉打行政议员莫哈默·道菲斯透露 从9月16到22号 光是一个星期之内就有超过12000名游客 前往弗洛交易观光 一万多名游客涌入 人数是听起来很多嘛 但八点最终报访问了当地好几位民众 他们却说 这座旅游岛并没有像媒体报导的那样 到处都是人 到处都人潮汹涌 反而四周都静悄悄 甚至商业中心也门可落雀 好了 到底人潮都去哪里了呢 我们跟着镜头一起飞到佛洛交易去看一看 当地真实的情况 国内首个旅游泡泡试点区佛洛交易 终于开放了 然而在疫情新常态下 民众想要搭飞机出门旅游 还得先通过重重关卡才行 我们一进到机场的时候 那边就会有警察跟我们说 你现在是不是要去哪里 他就要确定你的航班 他会跟你说 你必须要上去上面 因为那边就是有KKM设立的一个区域 让大家提交报告 或者是进行自行检测 我们就上去 那边就有KKM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那可能就是你先到柜台上面 索取一个小表格 然后你必须要check in 然后把你的航班啊 信息啊 接种状况啊 之类的写下来 然后当你写完了之后呢 会有另外一个官员 带你去那个小房间 教你怎么去做 因为有些人不知道 正确的自行检测 是怎么样进行的嘛 通过重重关卡之后 终于顺利登机 相信这就是疫情后的 飞行新常态了 你看 飞机上几乎坐满乘客 所以佛罗交易岛上 应该也迎来 报复性出游的人潮吧 但没有想到 两位在地的民众 带记者走了好几个旅游景点 却发现游客 寥寥无几呢 9月16号开放过后呢 就是人潮会很多 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人 跑去哪里了 连著名的景点都 你看没有人的 我们到场 我可以数给你看有多少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七 八 九 十啊 人潮就这样子 寥寥无几的客人 不止著名地标 老鹰广场门可罗雀 就连过去人气最高 游客最爱的 珍南海滩 珍南大街 也同样只能用三个字 冷清清来形容啊 像要以往的话呢 人潮可谓少了很多 虽然从画面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还是有不少的这个车流量 但是相比以往的情况来说呢 还是相对来得少的 空旷无人的广场 跟早前航班爆满的画面 形成了强烈对比 就连当地业者 也百思不得其解 那到底人潮都去了哪里呢 一对在当地经营餐厅 多年的夫妇 告诉八点字热爆 其实很多游客抵达之后 都选择在酒店里面 享受设施 基本上都不外出 即使佛罗交易 开放旅游已经整十天了 但是当地餐饮业者 却感觉受益不大 我们是没有感觉上有人吵 就好像我们餐馆的这一代 商场他们八点就很多都关店了 像有两个人来 我们就问他们说 大多数他们也是来在酒店 有一些游客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谈谈一下 他说其实他也是怕 看到飞机坐满客 他本身也是怕的 不知有很多民众 想玩又不敢踏出酒店 当地不少业者 也同样有着矛盾的心态 他们既想要做游客的生意 但又怕同时涌入太多游客 会提高感染病毒的风险 让业者不禁感叹 心理压力真的好大 开也怕 不开又不能 对 这些心情很复杂 我也是怕满 我们准备了一个牌子 是在外面 只能进25位 在餐厅里面有25位 我们就 转牌 但是那个牌到现在还没转到 其实在去年8月份 五国进入复苏市管制令RMCO期间 政府也曾一度开放国内旅游 餐厅业者黄英龙告诉八点最热报 当时佛罗交易的确有迎来久违的人潮 他们餐厅的生意也有所好转 不过这一回重启旅游之后 却没有为当地注入太多商机 他认为主要还是因为国内的疫情 依然还很严重 他说去年开放旅游的时候 每天只有几百宗确诊 相比之下 现在单日新增确诊 天天都是万万宗 这也很难怪民众 即使盼望可以去度假 但也对感染病毒风险 还有所顾虑呢